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曹操 東漢末年 曹操生於漢門帝永秀元年 即是公元155年 當時他的祖父正在宮中任氏 地位崇高 曹操年少時正在漢門帝 靈帝在位時期 據後漢書讚述者梵葉的說法 緩帝、寧帝在位期間 皇帝不理政務 市政混亂無方 國家的命脈交託於幻官之手 士大夫覺得 和他們同流合污而羞恥 平民百姓因為政治敗壞而怨憤不滿 仍未出事的讀書人 對於朝政批評、指責 由於民間和士大夫 還有讀書人 都對朝政不滿情緒高漲 終於在緩帝燃禧九年 即是公元166年 當時曹操十一、十二歲左右 就爆發了黨故事件 曹操就是在這種政治氣氛之下成長 古今風雲人物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惠國 我是劉英森 大家好 我們繼續討論曹操 好 我們上次討論曹操的祖父 曹騰 是一個在宮中當差三十幾年 曾經扶持漢信帝 是登上帝位的一個中心耿耿的環盤 現在的權力非常大 但他又沒有始始弄權 又沒有拉幫傑派來貪污舞弊 幸好這個人 都相當是正派 當然他有錢 如果不是他的兒子 後來曹操 就不會捐一億錢 來做一做泰衛 做一做泰衛 因為上次已經說過 這個所謂三公其一 在漢朝的後期的時候 都已經是沒有失權 是一些榮譽 是榮譽 但是有事發生的時候 你都要負責 我們叫問責 問責最大的事就是要自殺 這個就不要理他了 但沒事 因為捐了一億錢 其實有講到 為何可以捐錢做官 其實這跟當時的皇帝 漢寧帝有一個關係 因為寧帝也是外繁入統 他這個人年輕的時候 未當皇帝的時候 就生活很顛配 雖然是中失 所以養成一個是財如名的性格 很呼寒的 並且他喜歡做後漢書記座 很有趣 在自己做皇帝之後 就在公中做假的買賣 自己做商人 跟公女在公中 在洛陽皇宮裏做買賣的生意 並且做了鋪枕出來 後來長大之後 甚至是賣官 指定賣官 開了明馬實價 甚麼官有多少錢 甚至很有趣 據史記座 如果有些人給不到錢 他就先收著上期 期要那些慢慢慢慢 逐年 分期付款 逐年給回去都可以 所以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很多人為了要買官 於是就不斷在地方到 買官之後 在地方拿回成本 所以形成了整個東漢援寧之間的情況 江河日下 百姓民不聊生 還有另一件事 值得我們提提 漢朝自從漢武帝讀獨尊儒術之後 其實儒家的學說已經逐步 到了孫帝以後 完成哀平 一直到黃網的時候 控制著整個當時的學術界思想界 凡是做官的人 都必須要讀儒家經典出身 於是地方還有很多世家大族 通過這個所謂的刷舉制度 這個所謂的刷舉制度 就是由地方的行政長官 推薦某些地方上的所謂的孝子廉利 以及有學識的壽才 讀書人 來到中央學習做官 成為郎官 這個郎官即是建習官員 在皇宮當席 他的上司就是所謂的中郎將 我上次講過了 袁兆所謂的過繼父親 袁兆做過五官中郎將 中郎將的地位很高 因為皇帝是時衛長 所以這個郎官就是中郎將下面的郎 既然是這樣 那些地方官員 如果收了這個錢 是否要加倍本利 來歸還給自己的荷包呢 當然是 於是向這些地方 世家大族落手 你的子弟想不想做郎官 想不想出事 於是有辦法 我就選拔你的兒子 你的侄子 你的孫子 做這個郎官 這個地方長官可以選拔 選上中央 有甚麼辦法證明你的兒子 是孝子廉你 就講故事 有人推薦 推薦就說 某個人 他爸爸跟他相依為命 夏天的時候 潑梁張床給他爸爸睡 冬天的時候 訓暖被鬥給他爸爸 於是這個人 效不孝順 效順 這個人就是我們所謂 善枕溫襟的皇鄉 江夏神徒 例如有些人 母親死了 後母對他很虐待 後母經常打他 但是有一次後母病了 冬天天寒地冬 要吃鯉魚 找不到鯉魚 於是他進去 冬著韓風 鑿開旺河 將一條鯉魚釣上來 上天感動 他跳了一條鯉魚 於是這個叫狼爺人 王翔 這個人是否冰球里 後來越講越神奇 變成餓兵球里 其實有學者研究過這個故事 餓兵球里這個故事 其實不是來自中土 應該是從佛經當中演化過來 實際上就是作冰球里 在冬天釣魚 找身體來 怎能用到黃河的冰 死了十次都未成功 所以這是將它神化了 不過可以突出 其實就是東漢以來 這種所謂重視鯉 是相當形式化了 甚至有很多虛假 表面上做鯉 實際上做去龍甲 比如有些人守喪 守喪 守喪 就是三年代 那些人守二十年 甚至說人家守喪 通常在墓隔離整間茅屋 曾經有一個趙孫的人 甚至乎在自己父親的墓道上守喪二十年 但是大家說這個實在是孝子 但後來被人揭穿了 在二十年裏面 已經結婚生子 生了五個兒子 這不是虛假 所以當時有句話就是 舉秀才不識書 舉孝子 扶別居 其實是諷刺 到東漢晚年所謂的舉孝年 所謂的虛偽性 虛假性 但是這個舉孝年 就是代表了 當時地方行政長官 郡太秀 那個權力是非常大 以及地方有勢力的家族勾結 你又問 你可以舉戰什麼人 你寫個故事 然後由地方有武力的人士舉戰 你又問 行政長官會舉戰什麼人 當然是會舉戰一些 有權勢 有錢給他的人 這樣視乎這些人 就壟斷了做官的事 因為只有他們有觀眾 另外一件事 這些人有錢 所以有能力就叫做什麼 是讀書 因為古代是手鈔的 沒有印刷書 你有能力 讀書的人一定是有錢的 窮的人就很少有 除非你賜人餐 所以在西漢時 有一個人叫作碧偷光 連燈都沒有 那怎樣讀書呢 於是就作穿蒙牆 這個康銀 但是康銀後來做宰相的時候 是貪污到無比 還有一件事 就是把他那個封印的疆界 劃大些 來欺騙地方官 最後被人告發 告發之後 面懵懵懵 要退回地 要處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歷史故事 都反映了一件事實 就是漢朝 這個我們所謂的 策舉孝廉的制度 其實呢 令到很多地方的世家大族 和地方的官員 互相結合 還有一件事值得我留意的 就是漢朝 因為這樣的制度 所以特別重視兩件事 一件門生 一件顧利 什麼叫門生呢 就是說 我一個教師先生 如果我出來做官 曾經跟過我讀書的人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我以後做了大官 或者你以後做大官 你就要提拔我 或者我以後 就會提拔我的門生 什麼叫顧利呢 就是我曾經 在我下面做我下屬的人 我提拔過的官員 以後你們所有的前途 都跟我掛勾 所以我們上一集提過 原氏家族 後漢書 就說原氏家族 門生顧利 騙天下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我在這個棍 我舉戰你 大家互相舉戰 互相給免派對 簡單來說 我舉戰你 陳氏家族 陳氏家族 舉戰回原氏家族 大家互相舉戰 變成壟斷了市徒 變成類世公卿 由少數的世家大族 壟斷了整個市徒 這就是後來整個 東漢中後期 發展到 魏晉徐同 高門大族 壟斷市徒的開端 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體制 當然很多人都感到不滿 而想辦法攻破它 但是有什麼辦法攻破呢 已經走了兩百年以上 那幾百年的運作 你怎麼可以把它一下子推倒呢 於是在換帝的時候 因為他早期的時候 被他的太后控制大局 沒有辦法作主 後來寧帝繼位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辦法 就是設立所洪都門 所謂洪都門 設立學校 凡是有藝術的 懂得各種技能的人 都可以舉戰做官 打破這種漁學壟斷的局面 但是這些人 很多人 數以萬計的人 湧入去洪都門學 這家學校裏面 希望通過這個途徑 進身 另外一樣的就是 因為宦官的權力 慢慢上升了 因為宦官支持這個 漢門帝誅殺這個良企 所以控制大局 甚至後來到寧帝的時候 也都是宦官 操控大局 那些宦官 也通過剛才我說的 紅都門學 通過這個門生故理的關係 結集了一個龐大的勢力 而這群的人 在地方上面 做了這個地方官 也都同樣運作 自己是怎樣 推薦了很多 他們的黨員 於是形成了兩股巨大的勢力 在此角力 餘生的勢力 和宦官集團 和我們所謂 通過這個紅都門學的 集學之士 這兩個勢力 在此角力 這就是很多學者所說的 東漢晚年 所謂的太學清 與戚患勢力的鬥爭 這幾個歷史 當中一件事情 我想很多 對中國歷史有了解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在東漢門寧之間 因為這兩股勢力的鬥爭 而形成了一個 可歌可入的故事 就是所謂的兩股党固之禍 是的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羅永生 主持張偉國 羅永生 就在此胡作妄為 視這個所謂的地方官員怨無物 但是李英就說 你得你是誰 你犯了法 我就要抓你 結果就帶了官兵 捉了張揚這個侄 並且將他就地正發了 據說張揚的侄 就躲在牆壁裏面的夾壁 李英就叫士兵作那條柱 將他挖出來 然後拖出來 當場殺頭 在這種情況下 激到張揚 不得了 所以就要將李英拘捕 以及跟李英有密切關係的所有讀書人 都打成黨羽 但是李英很聰明 李英第一次被捉了 他認罪 其實有很多黨羽 但是他還有一種父親傷 他會說他的黨羽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黨羽 就是很多宦官的朋友 結果大家抱著一起死 假的來說 我現在李英被捉了 我說他的黨羽 就是你宦官的朋友 那些宦官說 咦 這樣不行 皇上這樣不行 緩帝不行 這樣燒了自己的毒 所以結果 在這麽叫鬼的情況下 李英是安然無事的 是啊 但是他很多學生 很多所謂的門生故利 就惹禍了 所以就不得這個我們叫做縱身 後來因為這個緩帝不想 將事情搞大幾個月之後 頒布大社令 但是所有理應有關的門生故利 都不准再升官 不准再做官 過了幾年之後 緩帝死了 到這個寧帝繼位 那寧帝的時候 又發生一個黨固之禍 這次嚴重得多 為什麼呢 當時的鬥王后的鬥妙 是安帝的皇后 他營立這個寧帝之後 寧帝只有十幾歲 十三歲 於是他獨攬大權 由他爸爸叫做鬥帽 來控制大局 他爸爸就希望借這個軍隊的力量 來殺了這個所有的宦官 誰知道這個宦官又很聰明 裡面就入到這個皇帝的寢宮 將這個寧帝掌握在手裡 然後以寧帝的命令 向這個當時的護兇奴中郎將 這個人叫張煥 張煥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文人來的 讀書人出身 但是他是邊江林 率領一個護兇奴兵 一些投降給漢朝的兇奴人 參加了僱傭兵的部隊 而這些部隊 要有一個將領來監督他 張煥是在做這個工作 他率領護兇奴兵 入到洛陽來休整 即是放假 於是皇上 在宦官的支配下 發了一個命令 叫張煥出兵 來將鬥帽打敗 陳凡、鬥帽、鬥帽 陳凡、鬥帽全部被殺 這次事件令到很多讀書人受到災禍 死亡數以萬計 斬頭也數以萬計 在這個情況下 這就是第二次黨固之禍 很多黨人四處逃兵 這就是在歷史上 我們叫黨固之禍 這次事件 我們還可以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才所說 袁紹在這個經歷裏面 由第一次黨固到第二次黨固之間 他剛剛好 在丁幼 回到鄉下為他父母 守喪六年 因為他父母早已死了 無端端都守幾年後 為了逃避這個情況 有些歷史學家曾經說過 原來袁紹有一個親家 他的太太可能是姓李 究竟他太太的爸爸是誰 歷史是沒有說清楚的 但是他兒子曾經說李英是他的親人 換句話說 袁紹的太太很可能是李英的女兒 或者是他的侄女 至於我們的主人 曹操當時是怎樣呢 據史書記者 他十五歲到洛陽入太學 從十五歲到二十幾歲 正正經歷了黨固之禍 而他本身是宦官之後 所以很多學者認為 曹操在那個年代自己身份這麼尷尬 他雖然是太學生 但是他又是宦官的身份 而當時宦官和太學生 和清留的人的鬥爭這麼劇烈 其實曹操的位置很尷尬 當時他怎樣選擇呢 最後我們看到 其實曹操是選擇了什麼 是劃清界線 兩邊都不靠 他又不向余生靠攏 因為看到這些太學生 其實都是什麼 是書生來的 書生論正 沒有實際行動 所以他不應該將他的駐脈壓張 書生 另一方面 他都覺得 宦官實在是太離譜 太過禍證 所以他都抽離了宦官 所以處於一種所謂的 游離狀態 當時從他十幾歲到二十歲 那個階段就是這樣的情況 曹操這個人 當然 他雖然是貴家子弟 因為他爺爺是廢庭侯 雖然是宦官 但是入了貴族系列 而他父親做過太尉 雖然是捐官 但是換句話說 一億民 所以他是一個叫什麼 在當時的人眼中 是介乎士大夫與宦官集團中間的人物 在他自己的心裏想 我究竟走哪條路正確呢 沒有辦法選擇 後來 袁紹 剛剛在這個時候出關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守了這麼多年後 現在這個黨固的事件 已經慢慢平靜了 他跟李英 撇除了關係 因為很可能 他跟李英的女兒 或者侄女 離婚了 撇除了關係之後 他作為宇南郡的世家大族 宇洋園的世家大族 宇洋園的世家大族 他一定要出來做官 但是他自己覺得 漢朝的局勢已經一決不振了 他要做一些一番事業 這番事業是什麼 他去到諾陽 招聚了一群 我們叫做游合之事 這群的游合之事 專門做一些叫做什麼 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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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關係網 他爺爺和爸爸結合了很多關係網 他自己讀過書是泰學生 所以他人非常厲害 另外還有他人非常知識 我們叫做機智 所以在歷史的技術裏面 包括後來的《細說新語》 《培從之》所引述的《三國字珠》 講了很多小故事 做了些事情很機警 很有謀略 據說有一次他和袁紹 一起進去搶新娘 誰知道袁紹太高大 因為袁紹的人高大 曹操矮矮 於是袁紹的衣服被一些經紀勾走 走不掉 曹操也很害怕 曹操在另一邊大聲喊 於是捉賊的人追曹操 曹操因為長矮矮 而且有些武功 所以可以翻牆而走 然後袁紹 人家不追他 因為不知道他在那裡 於是被他走掉 這件事可以看到 袁紹和曹操之間 曾經有這種密切關係 還有一件事 據說有一個故事 曹操有一次 他進入到張揚的大宦官 宦官的臥室裏面 把刀拿出來 張揚一看見 突然睡醒了 曹操拿著刀在他面前 曹操說 我想把刀獻給張常侍 這張揚看見 曹操是他的舊上司的孫 算了算了 他既沒有惡意 於是拿了刀就算了 我相信曹操和袁紹之間有默契 即是說袁紹爾斯達馬 他的人是否這麼機智 是否真的值得做爪牙 當然了 還有很多有關曹操的機智和歷練 或者留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好嗎 好 留下就繼續做 就是這些性格和歷練 是從小王堂 諦了 《小王を君対面告》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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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